台湾本土案例维持6万多 还比昨天低2% 新北市更是唯一破万的县市 罗易军预估了高峰会落在5月20至5月30之间 确诊数可能会是之前推估的单日10万多例 因此现在因应疫情还没有趋缓 指挥中心也加开了热区北北基陶九大筛检站 也邀请了地方在15号讨论绿色通道 如何加快确诊者三天内能领到口服药 本土的病例有63964 比昨天稍微少了大概不到2%了 本土个案数和前一天差不多 最高也是唯一破万的新北市有21336 还有其他11县市破千 陈时中也自豪说全台PCR量能全开 可筛22万例 难不成现在看到的6万多已经是疫情高峰了吗 目前看起来就是说 高峰确实是可能落在5月20到30 高峰的部分是有可能会先看 是不是会达到每天10万人增加的一个状况 但是这几天的数字看起来 大部分的县市都还是属于一个 比较像是在高原的一个情形 确诊数看似持平 过去会用各地阳性率推估社区黑数 但中央说现在看没用 因为已无法反映全貌 中央在家开北北基陶九大筛检站 桃园有大圆龙潭 新北有细纸三重和江翠 接龙社市民广场 北市也开三个点 一站带平沽 至于民怨抗病毒药很难拿 中央15号也与地方开会 讨论绿色通道 要拼三天内零药 13号两款新冠口服药 领破1400剂再创新高 至于原本说 515有实名快筛第二轮 也要延后 快筛完售情况趋缓 疫苗差Novavest就快到位 周志豪说会先计标准评检验 在评一个月内完成审查 TVB新闻综合报道 中重症个案新增加130例 其中有39人 是完全没有打过疫苗的 另外中正当中 有两名是不到10岁的儿童 超过8成5 是60岁以上的民众 到底头要早晚跟病况恶化 有没有直接的关联 指挥官陈时中说了 没有实验对照 难以判断 14号本土中重症新增130例 以年龄层分布来看 80到89岁个案数最多 重症13例 中症30例 其次人数次高的则是70到79岁 合计起来共有28例 中症92人 中症38人 90岁以上的就有21人 70到89岁 中症49人 中症22人 40到69岁 中症23人 中症8人 20到39岁 中中症也有5人 而10岁以下也有两名中症 但病况和头药早晚有无关联 指挥中心说 因为没实验对照 很难判断 有些人没有吃药 他本来就不会有中中症的问题 有些人吃了药 他仍然是会这样 所以那个统计不容易做 医师也认同 新冠药早点给 确实能够减少中中症 但目前中中症者 没打疫苗比例偏高 新增个案里 一剂疫苗都没打的 有39人 打了一剂和两剂 共34人 但打了三剂的 也有46人中症 11人中症 尤其高龄长者是重中之重 因为完全没打疫苗的人 75岁以上得有20.9% 65到74岁的则有11.3% 换算下来大约是80万人左右 对此 指挥中心也开放高风险 打第四剂 三大族群包含65岁以上长者 长照机构住民 以及18岁以上免疫不全及地下族群 像是离癌 洗肾 HIV 阳性等一共10类对象 只要距离打第三剂满5个月 5月16起就能打第四剂 但第四剂是否全民开打 指挥中心说 目前没规划 专家也认同 还是先以高风险族群为主 TVA新闻成员 红军委条报道 长照机构爆发了群聚染疫 三峡某间的养护中心 院内一共有52例确诊 陆陆续续有3人死亡 不过市府也澄清了 这三人本身有癌症或长期的卧床 初步判定死因跟新冠肺炎无关 而新北的长照机构 预计在6月施打第四剂疫苗 新北三峡某家养护中心 爆出群聚感染事件 有52位确诊 甚至传出陆续有3位著名死亡 不过新北市府澄清 死亡案例跟确诊无关 根据市府资料 这三人分别在8号9号离世 包含一名50多岁男性 本身有癌症 还有两位80多岁女性 都是长期卧病在床 但这家养护机构确实一次增加52例染疫 这一家养护中心 它是用机构普筛 在普筛的时候 那天有发现有45个住民 跟8个工作人员是快筛痒 最后续这53位里面 有52位的PCR是一个阳性 6号快筛 8号PCR结果出炉 医院立即启动分区隔离 及后续的医疗处置 疗养院将在5月18解隔后大清销 目前该院疫苗施打状况 打满三剂的工作人员有95.65% 住民则是82% 全新北长照工作人员施打率96% 住民近八成 预计在6月时 新北长照机构陆续打第四剂疫苗 毕竟类似的住宿型机构 亦有疫情等同全院拉近报 中央也公布最新统计 595家的住宿型机构 又出现这个工作人员或者是住民的这个确诊的案例 那集中就是说 总共累计已经有1526位的工作人员有确诊 那在非工作人员就是住民的部分 是2881位 尤其每天中重症案例中 确实包含一些长照机构住民 中央地方不敢轻忽 现在国内疫情升温 长照机构经常传出了群聚感染 某私立连锁长照机构投诉 编制内的全台25家的机构 目前快筛库存量只剩下三成左右 长照机构很容易就爆发群聚感染 一有确诊就得快筛 但只有民间机构的业者表示 为了防疫快筛事件用量大 但跟厂商叫货却迟迟迟 拿不到货 担心有症状再筛真的就来不及 某间私立连锁长照机构投诉 全台总共25家 目前快筛库存量却只剩下三成 因为每间机构规模不一 住民加上工作人员 每天至少需要100到300支 25家分店每天有100支就要2500份 员工爆料自购快筛 已经三周叫不到货 从4月17号开始厂商给的到货时间 总是一言再言 4月25号又跟韩国品牌订货 但厂商却说设计已经被政府征用 询问别家 原以为5月3号就能得到缓解 没想到再度被延期 直到5月14号 预定的8000剂家用快筛 还是单谋 不止没货 价钱也越来越高 自购快筛因为政府征收 现在缺货价格又飙涨 长照机构很忧心 因为很多护理师 政府员确诊被匡列 但不管公立还是私人的 快筛都严重不足 虽然各县市卫生局有配发 但量能不够 疫情高峰期就要来了 政府又要求有确诊就要筛 但自购试剂 因为厂商就算有钱也难买 恐怕形成社区中的确诊黑数 有专家强调了 高龄者没打疫苗风险真的很大 香港也是这样的情况 而虽然Omicron变异株较轻微 但对于没有打疫苗的高龄者 真的是非常的危险 我们立刻交给记者陈韵文 来告诉我们 国内疫情呢 尽管说这个中重症的比例 没有激增 但是死亡个案却是明显有增加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昨天的死亡个案是41例 今天是40例 而当中都有将近半数是没有急救的 那我们就看到是专家设计呢 就是说未来这个Omicron的这个确诊风暴 可能或两大族群是非常危险的 就是长者跟小孩 我们先看到的是长者部分 因为专家说这个在80岁以上的来讲呢 每10位染疫的长者就一位 会是中重症的患者 而且呢台湾现在75岁以上长者 打了3剂疫苗的却只有60% 这是非常的危险的 那我们再看到是这位 就是黄高病医师说 这个病毒爆发之后 两周之后 这个中重症的比例势必会增加 因为会导致这个原本一些 可能有慢性病患者 或者癌症患者 他们的病情会快速的恶化 那我们再看到这个隐忧 就是关于孩童的部分 这个呢是现在北市的 这个6到12岁的孩童 他们打疫苗的意愿 看得出来其实同意打的人 都远低于这不同意打疫苗的学生 那现在这位是 这个医生就说 其实因为孩童 目前没有打这个混打疫苗的研究 以及现在这莫德纳疫苗的 接种意愿很低 但是要等这个BNT疫苗吗 然后等到是520之后 那你可以等这个风险吗 要好好的评估 那他认为说现在一个班级 愿意打疫苗的却只有个位数 那这样施打率真的是有点太低了 恐怕未来会是一大风险 避免儿童群聚指挥中心 加开了35处的儿童绿色通道 因为截至5月12号统计 今年0到9岁儿童累计6万多人确诊 占比达到了11% 而10到19岁的青少年 今年也累计了5万多人 还有三位重症儿童仍在治疗中 目前虽然尚未转为中症 但病况还算稳定 大人抱着小孩看诊 为了减少群聚指挥中心 全台加开35处的儿童绿色通道 优先看诊 因为看看统计数据 0到9岁的幼童占比高达11% 今年已经累计6万0119人确诊 中重症有13人 新北更有一位2岁男童不幸病逝 而10到19岁青少年 占了全台确诊的9.8% 达到5万3083人 中重症累计也有14人 截至14号还有三位 是10岁以下重症儿童治疗中 这波疫情中5月6号新增一位 国小男童 本身有心血管以及神经系统疾病 出现呼吸肿破症状 在ICU治疗 隔三天又多了 一位八个月大女婴重症 也是全台最小个案 没有慢性病史 但确诊出现抽搐和低血糖 列为重症 而12号有一位幼缘男童 同样没有慢性病史 但呼吸肿破 住进ICU使用呼吸器 索性三人病况稳定 6到11岁开打疫苗 台北已经有27所学校 超过3000人接种 其中38人身体不适 不过在校休息都逐渐恢复 而新北施打数较高 61所学校开打 共6995人接种 有119名学生出现 包含注射部位 疼痛发烧等状况 但都没有严重不良反应 至于桃园已经有757名学童施打 目前打的都是莫德纳 那儿童版BNT呢 到目前那个送货并没有 他跟我们提出来要改变死程的时候 那班机订的货仍然在 指盼这次能如同指挥中心所说的准时抵台 提本新闻杨清波周旭台北报道 全场在今天5月14号确诊的死亡个案又再增加了40例 超过了9成都患有慢性疾病 而其中最年轻的只有20几岁 未满60岁的人就有5人 有医师认为接下来会面临疫情高峰 第4剂疫苗即将开打 主要提高长者的疫苗覆盖率 来控制住中重症的确诊人数 那在今天确诊的个案 那年龄是从20多岁到90多岁 那就是当中 大概也都是很多都具有慢性病 14号全台又再新增40例死亡个案 其中多达38人本身患有慢性疾病 有些5人完全没有接种过疫苗 若是没有打满3剂的则有27人 有5人年纪未满60岁 有一位20多岁的男性 是有接种过两剂的疫苗 另外也有这个慢性的神经系统方面的疾病 他是长期在使用呼吸器的一位年轻人 当天死亡个案中最年轻的是一名20多岁男子 有接种两剂疫苗 患有神经肌肉系统疾病 另外一名30多岁男性则是没有接种过疫苗 有糖尿病跟神经系统疾病 还有一位40多岁男性 有失打两剂疫苗 本身也患有神经系统病史 在确诊中重症之后 多半为合并慢性病 才加重病情不幸身亡 那这些年轻人 死亡的比例是相当低的 90岁以下死亡率就是 低到就是万分之二 甚至不到万分之一 那看到慢性疾病 其实也不用太害怕 这个变得慢性疾病 应该是比较有严重并发症的 比如说我们讲糖尿病高血压 那可能已经并发一些器官的 一些破坏了 医师沈正南认为 两到三周之后 国内将会面临疫情高峰 而目前死亡个案 多半是80岁以上老年人 比例只占不到一% 也不用太过于紧张 香港的话 他们的高龄族群的死亡 一半以上都是来自安养院 接下来两三周 最重要就是把老人家 特别是安养院的老人家 我们把它守好 不要让疫情大局的扩散 这个可能对于死亡率的降低 就比较会有帮助 医师表示如果要先降低 中重症病例数 老年人疫苗覆盖率也是相当重要 尤其第四季即将开打 提供65岁以上长者 长照机构以及免疫力低下患者 提升免疫力才能走向 跟病毒共存的路 七日便 新闻成一君理 参影台中场报道 你有买防疫险吗 现在一张防疫保单 让主管机关保险业者 业务员到保护 这条本来稳定的信任链 变得摇摇欲醉 面临最大的信心危机 继续我们交给记者陈允文 好来看到呢 这个是防疫险之乱 在过去呢 保险都是看它的发生率 还有费用跟离病 跟死亡的几率 来分别它的这个理赔金额 跟可能的风险 但是现在的新冠疫情呢 它是大规模的传染 而且没有潜力可循可参考 而之前业者会推 就是因为台湾的确诊率比较低 想要借此来弥补这个是 屡平险的损失 所以投入这个市场来揽客 但想不到现在疫情大爆发了 我们就看到是相较于临近的 这是中国大陆跟香港 他们只会理赔的是重症住院 以及病亡的部分 但是我们台湾确实你确诊隔离呢 通通都会理赔 所以现在是有出现是有一家四口 保了很多家的防疫险 他们一共保了16张保单 而且然后就临走 大约是160万元的防疫的理赔 那我们就看到是现在这样子 防疫险理赔的发生几率 大约是20% 那一张保单可能赔个5万块 那恐怕整个市场 要赔掉是700亿元 我们再看到是今年的 这个防疫险保单 是收的大约是有240万件 而保费收入是超过了18亿元 但是现在已经赔掉了超过10亿元了 所以换言之 这个财务的窟窿还蛮大的 该怎么办呢 我们就看到是现在台湾的 这疫情的确诊率是2% 已经比去年呢 是成长了半年内翻了30倍 现在的确诊数是破万例 而且还不到高峰 未来可能会来到是15% 所以这业者恐怕会赔惨了 我们就看到有人建议说 希望把这个COVID-19这个新冠疫情降级 那这样业者解套 但是呢 保护就会反弹会很不满 那有可能会动到是 关于这个是保险基金的部分 但是这笔这么大笔的百亿的前坑 最终如果动用基金的话 就是全民来买单 会议苏贞昌要求了北北基陶 两天内共要新增加9个筛减站 其中双北各要加开三站 台北市长柯文哲认为了 应该把北市22个防疫集门诊 先发挥到最大的效用 还说了不要乱下命令 新北市长侯友宜同样认为 要评估筛减量能 再喊开放快筛 羊线酮确诊 别让民众为了裁减 一等就要三五天 连市长夫人也没有例外 台北市增辟亲子儿童防疫集门诊 原义父幼院区人力短缺 市长柯文哲要求 不能给在这上班的陈佩琪 特别待遇 快筛羊的人越来越多 下周就要迎来疫情高峰 隔窥苏贞昌要求两天内 北北基陶再开九个裁减站 双北各要三个点 柯文哲认为应该先把台北22个防疫集门诊 发挥最大效果 再看情况增加 很多东西就是 不要乱下命令 就好像我们那个一开始说 叫诊所做PCR就发生什么事 每一个裁减 后面都有办法去做PCR 那个PCR的结果是做得出来 要开裁减站也得评估 筛检量能够不够 侯友宜在喊话 放行快筛羊等于确诊 但我们的快筛剂够吗 苏贞昌说 前一天还剩三十几万剂 供需已经稳定 我到细祖去 细祖的里面也在加工 我们还是希望更多的快筛四剂 在前面会缺 过这段时间应该会好一点 所以这个要说要问老百姓才知道 尽管中央下令双北市长 站在疫情前线 照自己的步调走 现在单日确诊数暴增 民众抢购家用快筛 世纪指挥中心指挥官 陈时中四月底宣布了 政府规划征用1.7亿快筛 实名制上路 然而新制上路至今 已数周药局缺货的状况 仍然不见舒缓 我们交给记者陈允文 好来看到这个是关于快筛之乱量 陈时中都复被受敌了 好这根据是大数据的分析 这红色的曲线是它现在的负面声量的走势 而绿色的曲线是这个正面的声量 我们就看到是在这个5月2号这天 爆发了快筛的厂商的争议的事件 导致它的负面声量飙到了是23% 正面是下滑到5% 这个差距将近两成是最大的时候 但是现在却看不到绿营的积极 在帮他护航或者是帮他说话 我们就看到比较一下在过去 像是在去年的时候 我们重返单日加铃 绿营帮他吹捧的这个文章 多达了是29则 或者是后来发生这个犯局的争议 也多达21则帮他护航 但是今年疫情爆发之后 是有少一点是18则 而现在这个确诊破万例快筛之乱 却只剩下了11则帮他说话 就连总统都有点生气是说 希望增加这个快筛的通路跟铺货量 那我们再看到是陈建仁 他即便在半年前就说 这个预言到要跟病毒来共存 但是他当时却忘了提到说 要准备好快筛的这个剂量 所以总而言之 是我们政府在整个防疫过程当中 忘记没有做到这医疗的兵推 没有做好很多的准备 以及快速的从这个要清零变成共存 这过程中准备不好 所以问题就摆出了 前一天率领台北市小黄问奖 到指挥中心门口抗议的工会 如今传出了 曾在三月时 具名推荐前交通部长林佳龙 参选台北市长 被质疑发起抗争的动机 很不单纯 林佳龙则是回应了 这场活动跟他没有关系 不用做太多的政治联想 确诊隔离满一周 身体比较好了 蒋万安开启直播 炮火也比之前更猛 痛批中央防疫 荒腔走板就算是隔离 蒋万安还是把握时间 回应网友问题 同样是确诊的台北市 副市长黄珊珊更比蒋万安还要勤 这些量能必须要开出来 不然民众拿着快山羊的刺激 她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不是直播 就是影片 天天都露面 根据网络温度计统计 黄珊珊的声量 从上个月的四万多笔 到这个月直线上升 逼近九万笔 足足暴增 九十二个百分点 矛头平平指向 陈时中 陈孝似乎很好 北市前哨战 烟稍位很浓厚 甚至绿营内部还传出阴谋论 下台口号喊得响亮 一样被视为北市可能人选 陈时中前一天被小黄问奖来踢管 但现在却传出带头的北市 机车驾驶职业工会发言人李威尔 曾在三月底 具名推荐前交通部长林佳龙 投入北市长选举 也被质疑发动抗争 动机不单纯 我想社会也脱不了政治嘛 那不过 我们在考虑疫情的时候 倒也不用去考虑这些事情 我们还是把疫情控制好来的 比较重要一点 林佳龙办公室则回应 确实过去担任交通部长时 有协助计程车业者和Uber业者解决问题 但这抗争都是工会内部发起 与本人无关 不要有过多的政治联想 只能说这抗议时间点有点巧 TVB的新闻周围 丰丰丰尾 太不妥懂